大家好,我是大熊,今天给大家讲述一起高智商犯罪事件。 故事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,2001年4月1日,几个男孩正在费城附近郊区的树林里游玩。 在走过一个下水道附近时,不经意间发现了埋藏的宝藏,一根长约一米的塑料管被包装后藏在了这里。 出于好奇,男孩打开了塑料管的异端,他在里面发现了五把磨掉序列号的手枪,一些子弹和八个万圣节面具。 最里面还有一卷粗糙的手绘地图,地图上详细地标注了美国东部数十家银行的具体位置和安全漏洞。 男孩意识很高,没有乱动这些东西,而是把它交给了FBI。 这些物品被FBI的特工拿到后,他们很快就确定了物品的主人。 这些物品的主人就是联邦调查局苦苦寻找了28年的天才罪犯,他被称为银行界的黑色星期五。 能让联邦调查局找了28年还没有抓到的罪犯一定有着过人之处。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?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场耗时28年才终结的犯罪事件。 1973年的一天傍晚,在北卡罗纳州郊区的一家银行内,工作人员正在银行即将关门前做着收尾的工作。 这时一个男人戴着一个万圣节面具,弯腰驼背快步走进了银行。 上前欢迎的大唐经理在看到这身装扮后愣住了,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反应,男人拿起一把手枪,放在了他的头上。 男人说了一声快点把钱装满,然后就把一个背包扔给了柜台内的工作人员。 工作人员见状只好按照他吩咐地去做,不一会儿的功夫钱就装满了。 男子在接过装满钱的背包后就开始往外跑,整个过程仅仅不到两分钟的时间。 在男子走后,银行的工作人员就报了警,警方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了银行。 此时抢劫的男子早已不见踪影,于是警方开始根据工作人员的描述展开了调查。 但是调查进行的并不顺利,警方没有任何线索和目击者,也不清楚抢劫男子的逃跑路线。 就这样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,最终这起案件也没有侦破。 自从发生第一次抢劫以后,在后续的几十年里,美国境内接连发生类似的抢劫事件。 虽然被抢劫的银行地区分布很广,但是都有着类似的作案手法。 经过分析,劫匪有着以下几个特征。 一,主要针对宾夕法尼亚州的银行。 二,作案时间很短,通常不会超过两分钟。 三,目标明确,只要钱不伤人。 四,总是穿着宽松的长袖长裤,戴着万圣洁面具,弯着腰走路。 这让警方无法确认他的身高和肤色,他彻底隐藏了一切可以识别的特征和线索。 还有就是他的逃跑方式。 一般的银行抢劫案都是多人作案,并且逃跑时都是乘坐汽车, 因为携带了大量的现金,这也是最合理的逃跑方式。 通常警方可以通过汽车找到一些线索。 但是他都是一个人作案,也没有开车逃跑, 在作案以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了,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。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,他一共抢劫了50多家银行, 被抢金额超过了200万美元。 这时案件也升级到了FBI部门,开始由FBI展开调查。 前面说过虽然他有着完美的作案手法,在28年内一直疯狂作案,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最终还是留下了一些线索。 这时时间来到了2001年,几个男孩在费城附近的郊区树林里发现了劫匪遗留的作案工具。 这个发现让FBI十分惊喜,通过这个线索, FBI利用推理分析法绘制了嫌犯的特征。 首先他非常聪明,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来实现完美犯罪。 从他的逃跑线路来看,他选择在森林里逃跑不容易留下线索, 说明他有着野外生存的经验,对野外地形十分了解。 逃跑时不乘坐汽车,推测他是一个人作案,没有同伙。 通过这些特征,FBI进行了人群筛选,最终锁定了嫌犯。 还记着前面说过的他作案时的特征吗? 带着面具弯腰驼背走路。 通过分析,这个走路动作有点类似于空手道的移动方式。 所以警方锁定了高学历,有野外生存经验,并且有空手道经验的人。 这一下就缩小了排查的范围。 这个在28年内一直完美作案的男子叫卡尔古加。 他是一个天才,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。 宾夕法尼亚大学属于世界前十的名牌大学。 大学里的教授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。 他能通过自学考上这个大学,并获得博士学位,说明他非常聪明。 并且他在高中毕业后,进入了军队服役。 在服役期间,接受了战术武器和特种部队的生存训练。 这对他来说,野外生存根本不在话下,而且他也会空手道,并且是黑带断位。 他当时55岁,一直单身,从事自由工作,也有着充分的作案时间。 这完全符合FBI分析的特征。 起初卡尔是不承认犯罪的,他说他靠才华吃饭,平时做一些付费咨询的项目,根本就不缺钱。 经过调查也确实像他说的那样,像他们这种高学历聪明的人,钱几乎是唾手可得。 从一般的常理来看,他确实不存在作案动机。 通过上述分析也只是推测,所以不能给他定罪。 当FBI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,这时卡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,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 这其中的原因有些戏剧性,这要归功于一位银行的工作人员。 他在提供证词时说,自从发生抢劫案以来,我因为恐慌而不再敢去银行工作了。 这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证词,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心理活动的描述。 他是一个有着极高精神洁癖的人,他的作案动机其中一条就是不能伤害其他人,显然证人的话触动了他,所以他承认了罪行。 故事到这儿变得有趣了起来,一个高智商不缺钱的人,在28年内频繁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呢? 卡尔在大学期间主修的是统计学。 统计学用到了大量的数学以及其他的科学专业知识,其应用范围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。 他在学习统计学的时候,偶然发现了一篇关于抢劫银行的文章。 在读完文章后,他产生了一个想法,他觉得利用统计学可以做到完美犯罪。 然后他开始研究过去一系列发生的抢劫案和警方的调查方式。 通过整理这些信息,他试图找到抢劫银行的最佳方式。 他选择的目标银行通常周围都要有树林,主要是为了抢劫以后可以快速隐藏起来。 抢劫时间选择在周五傍晚,因为那时候人烟稀少,他不想伤害无辜的群众。 他采取了一切的预防措施,为了防止警方对他的家进行搜查,他把作案工具藏在了树林里。 经过精心策划,他在26岁的时候实施了第一次抢劫。 整个过程和结果与他预想的一样,是一个完美的抢劫计划。 他对第一次的经历感到非常兴奋也十分自豪。 他对完美犯罪的定义是不伤害任何人,警察也解决不了。 所以在日后他频繁作案,基本上一年要做两期以上。 之所以他会犯下这种罪行,其实还有一个原因,那要从他小时候说起。 他从小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,家里经常为了钱而争吵。 实际上他第一次犯罪要回到他15岁的时候,这时的卡尔为了钱去了一家商店准备实施盗窃。 那时候的他很容易就被抓了。 被抓以后他被送进了少年收容所,在那里他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收容所的管教告诉他,一旦有了犯罪记录,你以后永远找不到体面的工作。 年少的卡尔在听到管教的训斥后非常后悔,他感觉自己以后没有了前途,所以他很认真地思考了自己以后的日子。 他认为自己以后必须生活在犯罪世界中。 实际上管教的这句话可能是为了防止以后他再犯罪而恐吓他的。 根据当地的法规,少年犯罪记录会在21岁的时候被删除,也就是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。 或许他知道真实情况后,凭借他超高的智商,他会走上完美的人生。 卡尔在认罪后,这个让银行害怕了28年的抢劫犯,最终被判处115年的监禁。 这也就等于宣判了他终身无法再走出牢房。 但是卡尔再次通过他超高的智商为自己赢得了转机。 大家别激动,不是越狱。 他在服刑期间深刻反思了自己的罪行,并且积极改造。 由于他传奇的经历以及过人的智商,在监狱里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 他积极帮助银行完善漏洞,并向监狱内的其他囚犯提供免费的教育。 他在监狱里当起了老师,最终他诚恳的态度,积极的表现终于迎来了转机。 通过合法程序,他的服刑时间从115年缩短至了17年。 在2017年,69岁的卡尔走出了监狱。 有时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会给别人在心理上带来很大的伤害。 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身环境,也没有人能够左右自己的童年。 前半生他将自己的智慧用于犯罪,后半生他把自己的智慧用于奉献。 所以你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,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。 我是大雄,咱们下期节目见。